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一名16岁少年昨日从香港与中国深圳边境的福田口岸入境中国时 遭海关搜出44把折叠刀被依违规西带管制刀具逮捕 这是福田口岸近一年查获西带最多管制刀具入境的案例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深圳黄港海关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 察觉这名少年低头快步行走 觉得可疑 立刻上前拦截检查 在他的背包中查获着刀 攀黄刀等48管制刀具及4把刀刃 刀具样式各异且都十分锋利 立刻将它拘捕 少年深城市刀具是从国外网站购买 正准备交给在中国的亲友贩售 黄港海关负责人说 管制刀具有别于一般厨房用刀 公益刀存在一定的破坏性及杀伤力 中国因此严格管制 均不得透过邮寄或透过人员 携带入境 建议旅客可先行查询管制刀具 认定标准 切勿随意携带刀具入境 目前本案有待进一步调查